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过于习惯这种高增长 并以此来安排自己的未来 我们理所当然的认为这种增长还会持续下去 我们甚至还认为中国经济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 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后 我们也将顺理成章 成为高收入国家的人民 在高增长预期之下 很多人都对自己的未来做出了乐观 经济甚至是冒险的安排 比如做一个潇洒的月光族 敢于背负数百万元的房贷 对于未来的生老病死不做任何安排等等 但假如中国经济突然失足呢 曾经的预期是否会全部坍塌 查图 范围一个残酷的事实是 从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来看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增长能够一般风顺 即使是美国也经历过无数次衰退 70年代的滞长让美国人盯着了许多年 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 经济更是持续低迷至今 中国经济在经过了40年的高速发展之后 也有可能遭遇这样的时刻 中国目前正处于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买进的关键时刻 从历史上其他国家的表现来看 最终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只有十几个国家 大多数国家在数十年时间里一直停止不前 中国最终能成为跨越阴景的幸运儿 还是如大多数国家一样 长时间停止在性情里 谁也无法预见未来 8月2日 股民在南京某正确林业部关注着行情 视觉中国公图 即使没有突然爆发的中美贸易战 中国经济最近几年的增速 已经形成了明显的下降趋势 从2010年以来 中国的GDP分速每隔几年增下一个台阶 2011年的GDP分速首次跌破了10% 从此告别两位数的高增长 2012年GDP分速跌破8% 2015年跌破7% 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变为中速增长 2016年 成为人事在人民日报发声 首次将中国经济定义为L型 并表示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 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 但是随着贸易战的爆发 中国经济从往中向好 转为往中有变 能否维持住L型也遭遇了重大挑战 如果未来中国经济失速 个人收入方法将是大概涮事件 如果为了往增长而大幅放水 中国还有可能遭遇通胀压力 而滞长通常还会带来失业率的上升 对于个人而言 如果滞长时代到来 这意味着收入下降和开支上升 以及就业难度加大的三重打击 70年代 美国失业的汽车工人在密切跟周底特旅的失业办公室排队 视觉中国公图经济不景气时 减少支出是很多人的第一选择 仅仅在几个月前 人们还在大谈中国经济的消费升级 几乎一夜之间 消费降级成为时下最热门的话题 高房价和高房租之下 人人都在吐槽自己的生存压力之大 而这可能仅仅是一个开始 不过 消费降级并不意味着人人都去拼多多 日本人在经历了将近30年的经济低迷之后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美学 他们对一些价格处于中低到位 却能够提供中上质感的商品情有独钟 比如优衣库和无印良品等 对于中国消费者而言 在度过了对欧美大牌盲目追捧的原始阶段之后 在经济压力之下回归政府的生活 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位于香港中环站的一家无印良品店铺 这家日本零售商以及简主义产品而闻名 视觉中国公图 除了生活方式的转变 在经济低迷时期 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的资产配置做出改变 在经济向好的年景 个人低于期收入和风险承受能力都相对较强 资产配置应该相对积极进取一些 可以更多像股市和楼市等高风险跟回报领域倾斜 而这些风险资产在经济繁荣 时通常也都有不错的回报 但在经济下行周期 个人低于期收入和风险承受能力也相对较弱 风险资产的回报率下降 资产配置也应该以保守防御为主 减少高风险资产的配置 保住胜利果实才是最重要的事 不要让多年的鸡肋化为乌有 九十年代日本资产泡沫破灭之后 日本进入失去的十年 当年很多破产的日本人不得不 弃房、离婚、流浪甚至自杀 对于写惯了高增长的中国人而言 很有必要重温当年日本的教训已经醒自己 2011年 日本东京街头 房租楼价不断上扬 再加上地震海啸的冲击 日本经济低迷不振 日本国民的生活方式 因此发生了许多改变视觉中国公图 过去在楼市和股市上 或许 曾经有过的一夜暴富 未来对此可能不得不大幅降低日期 而一些过去被忽略甚至是看不上的理财方式 比如被视为老年人才买的国债 在现金为王的时代都是不错的选择 如果不想在P2P的雷区被割韭菜 其实市场已经很难找到年化收益超过4% 而且无风险的品种了 而三年和五年期国债的收益率 能达到4%和4.27% 经济不景气时 你可能还需要了解一些 你所在城市的养老有多贵 直到真相之后 估计你会开始为自己未来的养老而焦虑 我国险有的养老金水平 并不足以让你退休之后 还能维持一个相对体面的生活 我国的养老金替代率只有40% 也就是退休前每个月拿一万元 退休后拿4000元 按照国际标准 养老金替代率应该在70%以上 才能保证退休后的生活水平 不出现明显下降 如果考虑到很多企业 并没有按工资取缴养老金 可能很多人退休后 连40%的替代率都难以实现 加之我国养老金缺口压力越来越大 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 现在 三个在职人员抚养一个退休人员 将来很可能下降到1比1的比例 养老金的对付压力有多大也就不难想象 近期黑龙将出现养老金延迟 罚放就是一个预警 未来我们的养老金能否足额及时发放 始终是一个重大挑战 浙江销星的退休居民 均在老街打扑克 视觉中国公图 如果政府主导的养老体系 难以维持 体面的退休生活 最终就只有靠自己来寻找出路 购买商业养老保险 或者养老基金 都是可以考虑的选择 按照政府的鼓励政策 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费用 还可以享受税前抵扣 在现有养老金的缺口压力下 我们大概算还会迎来了延迟退休 从减轻养老金缺口压力的角度来看 延迟退休意味着一举多得 其可以让大家多缴到几年养老金 就可以减轻当期养老金的支出压力 对个人而言 这就意味着必须在65岁退休之后 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 争取能够多领几年养老金 否则 辛辛苦苦缴纳了30多年的养老金 至少也应该争取再领回30年吧 插图 胡小江估计现在很多人对于延迟退休的计划多有抱怨 但如果未来经济真的不景气 说不定会有很多人会反过来感谢延迟退休 去过日本的人都知道 在很多行业比如商场 餐馆 出租车等 到处都有白发苍苍的老人工作的身影 如果将来 我们的经济也出现一段时间的低迷 我们中的很多人可能也不得 不成为引发工作组 到时候真正退延迟退休不满的 很可能是那些高毕业就失业的大学生 抱怨我们这些老人挤占了他们宝贵的工作机会 在过去40年里 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增长 如今 这种增长呈现下降的趋势 而且这种趋势未来还会持续下去 这引发了许多人的担忧 因为它对我们的生活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在景三联生活周刊 近北西景封面大使 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张维英教授看来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创新是未来之道 当然 对于普通人来讲 也需要有一个心态上的调整 点击上图 听景封面大使景张维英 为您讲述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而背后关于本期封面故事 有任何小说的话 请积极留言 精神留言将有机会刊发 在下期杂志的读者留言区 就是这个位置 本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